劇場 E.C. King 又回來我們劇場 E.C. King 沒錯 回來啦 仍然有來自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劇場的 阿明哥 莫留明 徐豐 就樣一切徐豐 我們好像請了中鎮圖來 下次啦 下次啦 現在我們繼續說說微劇場有幾微 上一節說了微劇場是可以有20元 低成本 我想起張宇人了 低成本的認真創作 低成本的認真創作 而同時間呢 我聽到就是比小劇場更加少的劇場 因為很多因素不需要顧及 例如燈光啊 很多的報警等等 一說到小劇場 和劇場的分別就是 觀眾和現場地的不同 我想問一下 阿明哥 其實場地有多大 觀眾有多多 這樣說 這次我們借到朋友的場地 其實他應該是800尺 800尺 阿明哥的房子這麼大 差不多啦 不好意思 不止 當然 比阿明哥的房子還小 應該是 不好意思 他單屋不止 我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多數都不一樣 當然啦 通常都8千尺 所以下次可以去我家做表演 不行 不是微劇場 變成小劇場 你家太大了 劇場 我去劇場 做Dentem of Opera 好 我們繼續 地方方面不會太大 而且我們 目標的觀眾人數 其實都是 30 最多到50人左右 一場 真的很小 很多 能夠去到都是很珍貴的 小劇場都是200 都差不多200個觀眾 都差不多100個200個 但竟然有30個觀眾 很特別 我又不知道 整個戲劇裡面 會不會因為這麼少觀眾 看的距離這麼近 會不會有互動的環節和他們玩 其實今次如果我看這麼多創作單位 暫時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互動成分 但確實 當演出者和觀眾的距離是近了的時候 我覺得觀眾可能會有另一種不同的感受 而且因為那個地方本身小 創作單位本身就需要用一些 另類的方法去做出他們的表現 表達出來 很有趣 剛才明哥說多少個表演單位 四個 四個表演單位 即是四個故事 可以這麼說 四個演出 四個演出 未必是故事 有機會不是 一些不是故事 不知道做些什麼 不過我想問一下 徐鋒 你想唱歌 不用了 不過我真的很心急想聽 這四個表演的單位 究竟他這四個表演是什麼 表演是什麼 表演是什麼 我的故事 先講你自己的故事 我那個很簡單 就是一男一女 一個慢的一個龍的 然後發夢在同一個夢境中撞到 很棒 很思議 沒錯 沒錯 我有限的 有少許讀寫障礙的腦 腦裡 我們無法表現 這件事 讀寫障礙關於是 因為我那個 智力又有少許障礙 總之一個 可能我今晚會看到 Karen你和明哥你們 最好不是蠻紅龍 他們有缺陷才行 你有缺陷的 你有讀寫障礙 要夢到語言障礙 適合我 我有語言障礙 其實我當初聽Karen她的idea的時候 我只是想起 中國古代的時候的一個故事 莫非是莊子 是 莊州夢蝶 蝶夢莊州 這麼厲害 莊子夢 這個是核子夢 夢龍 倫子夢核 倫子夢核 不知道他們這個盲的 和這個輪的 一男一女 在夢中中相遇 有什麼故事 有什麼交錯 一個盲一個龍 其實他經常都溝通不到 他根本沒有辦法溝通 怎麼溝通 一個盲一個龍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 一個人盲了 跟一個人龍了 是怎麼聊天的 一個盲的人 去看什麼劇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讀寫障礙 和一個努力障礙 又做到節目 所以這個世界是幾個Miracle 我是語言障礙 不是努力障礙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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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實在很有趣 不知道明哥 你這邊的故事是怎樣 我也是一個故事 如果你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兩對男女 一對是拍拖 一對已經結婚了一段時間 其實兩個女士都遇到同一個情況 就是她身邊的伴侶有外遇 結婚怎麼出來和拍拖怎麼處理 這件事是發人心性的 但是兩個女士就選擇了一個很不同的處理方式 對 下一句就是 究竟是用什麼處理方式呢 就要入場體 當然要入場體 聽到這個故事真的很吸引 兩個都是比較偏向愛情 那個不是的 那個龍子夢盒就不是愛情 但是你這麼喜歡一男一女 因為有些情況下需要一男一女 劇情需要 是否可以說完 你不就說 那角色會被人非禮 所以你一定要來看 為藝術而犧牲 為看非禮而入場 應該不是 應該是不明白 真的抵到難 20元看到人非禮 20元看到又怎樣被人非禮 真的很抵抗 非禮得看 非禮得看 不知道接下來另外兩個表演的單位是做些什麼 或者這麼說 首先也要說回 這次《微劇場》本身有個主題 就叫做距離 剛才說了兩個故事 當然你會聽到 發夢 一個龍的一個猛的 他們之間的溝通上的距離 會存在 我剛才說的另一個故事 我自己現在導的故事 她的距離是在於什麼呢 其實說多一點點 兩個女士其實是同一個人 不過在不同的時段 發生同一類型的事 好看啊 這樣 好正啊 即是同一個人 但不同時間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即是 你說不好意思 太興奮 這是在時間上 一個人 在不同階段的時候 她的選擇 成長了月曆不同了 對 她們的距離是什麼 另外還有兩個故事 兩個演出都可以說的 當然 請你來 難道不說什麼 但她不是導演 不是編劇 罵她 我盡力 我盡力 在我所知道她們的idea上去說 另外有一個 就是 在說生和死的距離 其實就是 一個女孩子 為了一個死去的某些事 她們的對話 當然那些某些事是什麼呢 又是那句 買關子 自己入場看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在說家庭上 是家人上的距離 一個爸爸和她的兩個兒子 和她的老婆之間的距離 其實有一點 不是想買關子 因為 微劇場 某程度上有一個原則 就是 我們會很自由自主 因為我們不會說 有一些很大位 大家要加入一起去做一些 run through 所以 他們究竟做了什麼出來 可能我們也要按數才能看到 我想在中間會改變 會變化 有機會 現在就有一些是關於 社區的事情 有家庭 有生死教育 日子我發掘 潛能發掘 那個什麼叫做 雙殘人士 雙殘人士 第二就有分愛情問題 愛情感情問題 家庭問題 還有生死問題 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 這個不是距離 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社會的現象 是社會的現象 社會的現象 社會的現象 絕對是 很特別 很特別 其實這次除了四個單位 特別之餘 你覺得 比較小的演出 有四個單位 其實整個創作過程 你身為導演 身為編劇 其實你們會遇到什麼挑戰 你說很近 有另類方式 去做觀眾的興趣 去表達 有什麼不同 和你以往的 玩小劇場 玩劇場的時候 叫滴滴徐鋒說 我想第一樣會是台位 因為始終比較小 比一本劇場 而且尺寸是比較正方形 所以我那邊的故事 觀眾就坐兩邊 其實是好像一面台的效果 走位、出台、入台位 怎麼搞呢 你來看就知道 哦 都是這樣的 我也是講一下台位 我多說一些 其實大家如果平時去看舞台劇 或者看一些劇場的情況 大家都是坐定定 一個很確定的觀眾席 然後一定是一面台、兩面台、三面台、四面台 但是你們所看到的 都會是你坐定了 然後演員可能在你前面 正面 他們在你中間 四面台 你們是四面觀眾圍著他 我這次的處理會有一點點不同 觀眾在中間 觀眾在中間 你被演員包圍 還有地方方面 剛才也說出台位 我正在嘗試 今次會有一個嘗試 就是 演員由入場 直到完show 他們是不會離開演區的 嗯 你分分鐘可能是坐在觀眾旁邊的演員 會不會是這樣的狀態呢 嗯 有考慮過這個可能性 可能到時會突然有這樣的可能性出現 就是無緣無故坐在Key旁邊 跟你看show 突然有一個人跟你說對話 你每天都跟我講對白 Ivan 那不關一件事 可不可以劃分兩頭 四個表演單位 其實有沒有互相看過對方排戲 或是有一個總導演去串連整件事 還是各自表演單位去處理 這個就沒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微劇場 另一個我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創作主導 所以每一個演出單位 或者創作單位 他們的創作某程度上 都會有一個自主權 我們也不會過分干涉其他創作單位 那方面的創作 那你搞到一個微劇場 其實你想 我相信你搞一些新類型的東西 算是很另類的東西 其實你這次是希望在這個劇場裡面 這個劇界裡面搞些什麼革命 而觀眾看完之後會有些什麼新的發現呢 拿回家 我相信一定會有這樣的願望 其實主要是想拉近觀眾和演出者的距離 為什麼這個題目叫距離 某程度上我們是想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有機會出去看秀 看電影 就算是一些業餘的演出 你說的賣票也是120元 平均也120元 為什麼我們會做20元呢 因為有很多考量在裡面 如果你真的做一個production 我們希望將這些東西去減散它 給觀眾一個多一點的機會 用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 比較接近一點的距離 去看藝術創作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都希望在我們自己的表演者來說 原來我們跟觀眾的距離真的可以很近 而不是說我站在一個台上 我比你高很多 然後你完全接觸不到我 那樣東西 都是距離 距離 我又想起陳奕迅那首《心的距離》 我千萬 好像變成音樂會 你的音樂會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想問 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 演員的訓練有沒有跟劇場不同 他的一些演出的方式上面 觀眾的感受會不同 不過坦白說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再問了 我們現在唯一可以問 究竟怎樣可以看美劇場距離這個演出 怎樣買票 其實呢 我們是不會買票的 咦? 先說一下 也沒得留票的 嘩 還沒聽聞 簡直是劇場前所未聽過的一個消息 都可以說一下 什麼時候做都可以說的吧 今次的演出時間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們會是weekday做的 我們會是4月8日至10日 在一個排練室 可能大家可以上我們HouseOpen的Facebook page 就會有Event的資料 在裡面 為什麼說不會留票呢 因為其實我們不會 某程度上 我們希望上件事就是 無論在演出者來說 無論在觀眾上來說 都是自由的 所以我們都會提倡一件事 你如果有時間 你就來 給20元就入場 我們是歡迎觀眾自出自入 甚至 是帶飯來的 OK的 這麼有趣 不知道表演的時間是多少 會是 剛才說了是4月8日至10日 是晚上8時半 地點方面 會在荃灣 是我們朋友的排練室 詳細地址要上網 大家再看看 大家 好啦 今天就到這裡 我相信 我們下次為了拉緊 這兩位 莫明哥 和 徐鋒 徐鋒 的距離 我們一定會去參與 看一個演出 美劇場 距離 我們一定會跟觀眾交代 一個體後報告 我們不如在這段時間 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